你覺得我這件衣服怎樣? こんにちは,我是Kasumi 我是鄉村駕淳 收到讀者Yuki的來信,她說她有選擇困難症 所以每天上班前,她都很難選擇自己適合的衣服 這件事已經影響了她的生活 無論是上班還是約朋友 她都會因為這件事而遲到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她決斷一點? 這個時候我們一起問問專家吧 行きましょう! Yuki,如果你有選擇困難的問題 其實挺辛苦的 有兩大原因你可以考慮的 第一個是心理上的原因 就是自信心不夠 自我形象比較低 所以對一個選擇都不知選擇什麼好 第二個是精神科上的問題 就是一種病叫做強迫症 有強迫症的病人在選擇上也有很大的困難 當然如果你有心理上的問題 可以找心理專家幫忙 如果有強迫症就要找精神科醫生幫忙 其實穿不同顏色的衣服會不會影響到別人對我的感覺呢? 而上班為例 究竟應該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呢? 其實顏色都分幾大類 有冷色 有中性的色 有暖色 舉例 冷色 就叫做藍色 藍色給人的感覺 比較冷一些 酷一些 或者不可親近 中色 或者用白色 或者淺灰色 這個比較平易近人 容易親近一些 暖色 可能去到紅色 或橙色 你會覺得這個人很活潑 或者玩得很激 至於上班 Yuki 你想說哪種顏色適合你呢? 如果你是文職的工作 我覺得會穿中性的色髓 例如灰 或者淺白色 淺灰色 比較適合 唉 選來選去 都不知道選什麼色 衣服好 作為女生 太多選擇 都不是一件好事 我回去繼續選衣服 下次見 那這顏色 你又覺得怎樣?